这是南海深处 距离陆地不知多少万 你每天就这么站在船头 看着浪花翻卷 潮起潮落 难道不腻吗 这罐主心中一愣 倘若能挡住夫子的雷霆一击 自己又何必在这南海一战千年 可眼下还不可对龙庆发怒 毕竟还指望这次下一盘大旗 只好挥手送其上只手冠 这日龙庆在只手冠的后山之中 遇见一直有半截身躯的老者 想来定是那超越武境的圣人 圣人 你是我在这世界遇见的第一位圣人 可这卑躬屈膝的问候 并没有得到老者的欢心 反却换来一阵是新的痛楚 正当龙庆快要窒息之际 这半截道长却忽然转变了态度 只因其从龙庆身上 嗅到了通天丸的味道 此乃浩天道门最珍贵的灵药 可让修行者在瞬间破镜 龙庆已然听出这道长心中享慎 可自己受贯主再造之恩 怎能做出此般大逆不道之事 既然这样 我不妨告诉 啥子卷天书的最恶一章 就是如何练至通天丸 龙庆闻言一喜 自己在这只手罐中修炼数日 已是能勉强打开这沙字卷天书 跟随书中步骤练至这通天丸 本以为将是要大功告成 哪想一缕黑气冒出 眼看缕次尝试终不得其法 只好又来到后山 询问老者如何才能成功练得通天丸 老者一言如醍醐灌顶 当即回到罐中 混去衣衫 拔出胸膛中的本命桃花 本以为付出心血定会有所收获 只是他忘了 自从宁缺废去其汽海雪山那一刻起 他便已是没有心 又哪里来的心血 龙庆这才反应过来 一切不过是这半截道长的戏梦 或许在他的心中 自己一直都只是一个废柴 一个曾经受万人崇敬的光明之子 怎能忍受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当下直接恼羞成怒 再次翻开内沙字卷天书 只因其中记载的灰谋魔宫 无需磅礴念力加持 如似那饕餐之术一般 靠稀释他人精魄强壮自身 此刻龙庆早已是破釜沉舟 什么魔宗正宗 只要能让自己东山再起 都是那浩天的恩赐 这半截道长见状心中一惊 想不到龙庆意志竟能如此坚定 当下对其刮目相看 道出自己为何在这山洞中 苟且偷生的真正原因 原来 当年正是此人受连生32蛊惑 假扮魔宗余孽 助其杀死柯浩然的妻子 拿想东窗事发 被柯浩然直接拦腰折断 自己藏匿此地 便是为了等候机缘 去寻那柯浩然学耻 龙庆一愣 当即说出那柯浩然 早已在20年前遭天诛而死 这老者自是不能接受 自己忍辱负重多年 结果却换来柯浩然已死的消息 当下就把所有的怨念 转移到书院身上 龙庆大喜 如那受宠若惊的娃娃 紧贴着老者的手心 只觉一道道磅礴念力 传入自己的气海雪山 行功过半 打想龙庆依旧不愿放手 这道长一惊 慌忙将龙庆逼退 可眼下为时已晚 龙庆哪里还有先前那不堪的模样 一道浩天神灰自龙庆体内释出 让这道长瞬间晃了心神 想不到龙庆的灰魔魔宫已经大成 强大的能量让这道长根本无力反抗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 毕生修为被龙庆吸食一空 转眼便已是一尊空壳 龙庆心中知晓 属于自己的时代真的要来了 当下也忘了这罐主的恩德 直接到取了最后一颗通天丸 还取走了天书沙字卷 只手冠只手的士书见状 怒斥龙庆恩将仇报 本想出手给其一番教训 却不想龙庆直接将通天丸吞入腹中 就见一道浩天神灰笼罩全身 这道长根本无法伤其分毫 已经害了我的知命剑 师兄 龙庆说罢便消散不见 此刻空中忽然传来只手冠主的声音 让他去吧 若他没有死 或许他就是盗门寻求千年 要找的那个人